美国海军第六舰队3号说 美军派往地中海东部的 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联合演习 同一天 美国五角大楼首次承认 美军向袈裟上空 部署了侦察无人机 部署在意大利纳布勒斯的第六舰队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福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展开联合演习 内容包括弹道导弹防御 舰载机护降 海上补给和海上治安行动 参与人数超过1.1万人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美国随即向以色列输送 大量航空炸弹 炮弹等武器弹药 供以色列轰炸和炮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美国同时向地中海东部 派遣两艘航母 另外增派多架战机 威慑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境内的 亲伊朗民兵组织 美军还在中东地区部署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并增派爱国者防空导弹营 美国防部10月26日宣布 将向中东增兵900人 其中包括防空系统操作人员 3号 美国五角大楼首次承认 美军向加沙上空部署了侦察无人机 五角大楼发言人称 部署无人机是为了支持解救人质工作 他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 这些无人机在加沙的飞行 开始于10月7号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 报道称 在五角大楼承认之前 一些记者通过飞行追踪网站 发现美军无人机在加沙上空出现 例如美军的MQ-9死神无人机 环绕加沙上空飞行 该型无人机通常由美国特种部队操作 其主要用于侦察机 它们能够一次在一个地区上空 徘徊20多个小时 美国海军本周稍早前还宣布 他们在阿拉伯海国际水域 从一艘无人水面舰艇上发射了致命武器 感谢观看